台北市中心醫院釀出的是P號物質烏龍事件 那麼醫師也提醒 如果是真的打到所謂的過期疫苗的話 可能你會有過敏現象跟發音現象 甚至細菌感染的反應都會有 那麼需要看到抗體狀況來追加施打疫苗 而類似的情形 日本先前也發生過 二十七人施打過期的BNT之後 雖然沒有人不舒服 但還是需要後續的觀察 請問之前有打過新冠肺炎疫苗嗎 沒有 仔細詢問疫苗接種時獲禮人員小心翼翼確認狀況 但台北市中心醫院鬧出烏龍CDC當然也不樂見 那當然是不好 因為畢竟要遞了這樣的一個時間 那不過一般來講疫苗在初期的時候 它的一個有效的時間都定得比較短 相對的實驗在做一般都會展延 那所以當然不好 這要有一個預防 人民觀天如果真的不小心打到過期疫苗 醫生有些事要提醒你 最常見當然是無效啦 那假如說會在這種局部的部分 可能就因為他PH值的改變 會不會增加所謂的一些局部發炎的表現 可能比較腫痛的情況 或硬快的表現 那甚至會出現過敏的表現 或許會機會比較高 誤打過期疫苗 可能出現局部發炎狀況 或是出現毒性和細菌 也可能全身過敏 但現在最怕抗體無效 這過期疫苗白打了 還得再追加劑量 對於疫苗的抗體的誘發是有影響的 那可能我想他們的專家的會議 可能就會決定是不是要再補打 早在先前七月九號到八月六號期間 日本就發生共二十七人 施打了過期的BNT疫苗 其中有人先後施打兩劑 總共四十三回次 雖然沒有人出現不舒服 但還需要追蹤中和抗體 再進行追加劑量 為了避免批號效期烏龍 其實有些小撇步可以先做 醫師也提醒 其實你在接種任何疫苗之前 都可以來詢問護理人員疫苗的批號 還有有效期限 就可以安心施打 畏師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這次施打疫苗的期限 是到什麼時候 好 我們這一批使用的疫苗 接種使用期限的話 是到一百一十年的十月二十四號 所以你可以安心的施打 多些詢問多點保護 雖說是人為烏龍 但假如真的發生 恐怕還是人心惶惶 記者黃志傑 蘇智傑 台北採訪報導